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周总 这边请 周总 这边请 周总 自打上次出了抄袭事件之后 咱们这工厂可是安保重敌 宋总从来没让外人来过 我老板常说细节决定成败 不论是什么价位的衣服 在品质上都会要求精益求精 这件衣服很好啊 质感也不错 口袋出的缝接也挺好的 这款衣服在这季度的服饰里边 算是普通的 我带你上那边看看 有心良苦啊 怪不得你让我去你的仓库 怎么样 嗯 颇有收获 甚至还受了点打击 嗯 那就对了 试试看 差距比我想象当中的要大 怪不得你老师瞧不上我 说我闭门造车 不过如果我想要进步的话 我就得多看多学 去改良一下自己的品牌 才能跟那些优秀的设计师 拉进距离 今天让你看的那个牌子 是公司旗下一个非常年轻的 本土品牌 他们的设计师也会参加比赛 这要差距了吗 不过我心里有点底了 有底了 如果没有看到对手的话 心里才会没底 但现在起码我心里有目标了 设计的事情 暂且先跑到一边不说 刚才我在你的仓库 看到了一件成衣 应该是你这一季新品里面 最普通的一件 但就算是这普通的一件成衣 它的内衬 还有它口袋衔接的针线 都缝合得非常地精细 和我那些衣服比起来 我的技术活太差了 技术到位活才能干得细 像你这种急于求成的人 整天就想着办法 让你的品牌在市场上有辨识度 没有用的 我看了你的作品 全是虚头 没有任何内涵 我希望你能沉下心来 好好做设计 把你的态度 你的能力放到你的作品当中去 明白吗 说中了 没有 不中 比赛参加吗 当然 那什么参加 这个 回家做么参加吧 行 送走的建议我会考虑看看的 那我先走了 你怎么又来了 对啊 还换你辆车可以啊 公司配的 对了我先清清说你参加比赛了 很辛苦吧 在你车还没保养好之前呢 我就来当你的司机 我是参加比赛了 但我只是报名 选不选的上海不知道 没关系 尽力就好 走吧 行 走吧 请 妈 您们好 叔叔好 叔叔 这是我外甥 小迪 我老听周范说起你 这小姑娘是 她是我房东妹妹 我也算她半个闺蜜 您可得了吧 我对闺蜜要求很高的 走了 走了 你放哪个 你等会儿手怎么伤了 没事 小迪你去我床头 快拿一下创可贴 不用不用 真不用 滑的 真没事 去哪儿了 电视也不关 这哪能滑的 我猜你对面呢 干吗呢 快点快点 我要是没看到 已经算了 这不是看到了吗 来 怎么才回来啊 周范家来了个客人 我就是好奇 会去聊了一会儿天 那人怎么样 特别好 家里书香门第还有文化 小冬哥他人超厉害 拿下两个硕士学备 见一面 就跟人家叫哥呀 我养了你十几年 也没听你叫几次哥 人家比你小好几岁呢 不叫哥哥叫什么呀 对了 他还跟我说了好多音语心得 还是有空给我补习呢 我也在家子 补习总不找我 你有时间吗 而且人家风趣幽默有耐心 有点学霸的架子都没有 不像你天天拉着脸 天天拉着脸 是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又喝多了是不是 干什么 怕不怕 什么 我说你就打脸吧 你不是之前特别瞧不上我吗 就是经过我这个人不懈的努力 不断地拼搏 我最终接到了你们老奔锋集团的邀请 清不清晰 意不意外 那叫通知 不叫邀请 行了 别再往回巴了 知道你的面子 我就是想要告诉你 在这个世界上不要瞧不起任何人 每个人都有可能会把自己的梦想实现出来给你看 叫什么意思啊 你不信啊 你要不要我把那个通知书拿给你看啊 谁给我发的 我都睡觉了 好 好 好 我就是想来告诉你 我这个 我入学了 好 只剩一个名额 为什么不能在现场宣布呢 还要商量那么久 周冯 你跟苏总很熟吗 我不认识他 他刚才只跟你说话 怎么可能不认识啊 抱歉 各位久等啊 导演 快公布结果吧 周峰 恭喜你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接下来两个月就有你忙的了 怎么可能 大家都觉得我的作品好 为什么晋级的是他 一场比赛说不了全部问题 我看这个名额就是留给某个关系户吧 关系户 什么关系户 还需要我指名道姓吗 作品就摆在那儿 大家都看得到 而且也不是我一个人有这样的想法 如果这是个评本事 就凭你的技术 好意思留下来吧 有什么意见呢 可以向评委会提出申请 好了 大家调整好状态 走 迎接晋级赛吧 好 好